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四百八十二集 国内 晚上秦冉没有去实验室 回来得早,还没有到饭店 程温如坐在沙发上跟他打招呼 程温如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 他坐到沙发上,眸光一向程温如 挑眉 蹭粪 程温如腿微微搭着,也不理会程温 而是看正在喝水的秦冉 然然,你星期天是不是要来我们家呀 秦冉靠着桌子,温妍也想起来这件事了 只是他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 他指甲敲着桌子,一边想着准备什么礼物 一边回应程温如 程老爷子喜欢古玩,喜欢字画 这些都不在秦冉的收集范围之内 秦冉手指摸着下巴 常宁和尘应该有门路 想到这儿啊,他礼貌地跟程温如打了个招呼 去楼上 程温如遗憾地不能再跟秦冉多聊几句 他双手还胸,看向程温 咱爸听说,今天每顿都多吃了一碗饭 家庭医生吓得检查是不是他哪里出了问题 程温靠着椅背,目光从楼梯上收回来 眸光慵懒,今天就为了这事 那倒不是,大哥最近频繁地接触基地那边的人 咱们京城基地那两个后起之秀 程清宇跟施立明 尤其是施立明,大哥都不遮掩了,明目张胆地拉拢 他说完,看程俊的表情 淡漠地眯着眼,眼尾还有些浅碎的光,毛光散漫 听完,也就是风轻云淡地凹了一声 程温如迷眼 其他的就算了,基地当时可是你一手带着的 你不关心,不去拉拢一下施立明 听到这一句,程俊终于坐之身体 你能听进去最好 不过,那个施立明也不好拉拢的 听说大哥好几个月 程俊终于有了反应 不冷不淡地,逆想成温如 我说,你最近跟程管家关系很好 程俊说话一向是没头没脑 程温如听完,想了大概两分钟才想出来 程管家人老了,话多,平日里也记不住事 就记载在小本本上,有时间啊就念念叨叨的 程俊这是拐着弯骂他呢 程目走过来,看到程温如的脸色 不由关心地询问 大小姐,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跟程管家闹矛盾了呀 程管家人老了,你也别嫌他话多 程温如只想说 闭嘴,臭园丁 楼上 秦燃打开电脑,先问了何尘 何尘这会儿还在外面 周围的环境挺黑 古玩字画 这个啊,你找巨鳄 何尘放下手中的摄影机,把手机镜头对准自己 秦燃指甲敲着桌子,挺诧异的 巨鳄 哼,他那儿东西多啊 我在他地盘跑了好几年的战地记者 有一次偷偷溜进他的私库 他可是个收藏家 私库里什么宝贝都能找到 纵国内外通古金 只要他能弄到手的 他都会弄进他的私库 他绝对是全球最大的收藏家 你只要一个电话 要什么有什么 巨鳄做的声音 一向不正经 他看中的古玩意儿呀 还真鲜少有弄不到手的 秦燃点点桃 行,我再想想 他本意是托这两人帮他买 可是巨鳄的宝贝私库 笑什么 虽然巨鳄唯一的爱好 就是他的私库 当作宝贝一样方丈 但是你不一样啊 作为他的大兄弟 只要你一句话 他立马就打开私库大门 各种古玩儿认你挑 巨鳄跟孤狼 可是有过命的交情 虽然孤狼早就把随手帮忙的事 忘在脑后了 秦燃挂断何臣的电话 靠着椅背 还在考虑巨鳄的事 巨鳄的私库 肯定都是他收藏的宝贝 秦燃也犹疑 楼下 城墓叫他吃饭 秦燃就暂且放下了 而另一边 何臣把镜头扛在肩上 打开手机的特殊软件 点开了巨鳄头像 不紧不慢地发过去一句话 推波助澜 到了报答你大兄弟的时候了 边境 此刻的巨鳄 正在把一张地图收起来 木屋内 一行手下出去 搁在一边的手机亮了一下 巨鳄随手拿起来 看清了悬浮在锁屏页面的对话框 他原本随意地漫不经心 瞬间就严肃起来 也没跟何臣废话 截屏之后 就找出何臣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他出什么麻烦了 巨鳄的语气沉沉的 眉眼刚硬 又透着抑郁风情 表情肃然 能让何臣开口找他的 巨鳄估计也得是不小的麻烦 他正准备派几车人马 他的大兄弟可是个黑客 肯定囤若不堪 也不是麻烦 何臣扛着摄像机 跟着其他人打了个招呼 就往车上走 他看上你的司库了 正盘算着自己势力的巨鳄 愣住了 扮上之后 他浓眉宁起 你确定 确定 他需要一件鼓玩 何臣坐好 向开车的人比了个手势 让他开车 手机那头 巨鳄靠在了椅背上 好半赏才吐出一句话来 你管这叫报答 他的命 岂是区区一件鼓玩能够比的 除了这件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能够帮到孤朗的 何臣毫不留情地耻笑 何臣把摄像头放到身边的座椅上 我把他电话给你 你自己联系 庭兰 庭兰 秦冉正在楼底下吃饭 然然 星期天我来接你吧 程文如手上拿了杯子 轻笑着看向秦冉 秦冉还在吃饭 文言他抬了抬头 都行 程文如抿了一口酒 挑衅地看了程俊一眼 程俊没理会他 秦冉的饭吃到一半 放在碗边的手机就响了 是一个境外的手机号码 没有署名 秦冉看了一眼 吃饭的时候顿了下 隔了两个座位的程目提醒他 秦小姐 电话 嗯 我去接个电话 秦冉不动声色地拿着手机去了楼上 在手机刚要集中挂断的时候 他刚好关了门 接起 一接起 对面就是一道男声 声音发得不太标准 鼓劳 跟常宁他们混得熟得不行了 秦冉也没有开变声器 只是靠在门上 巨额 他的声音又轻又慢 听得出来很孤冷 像是他在网上说话的语气 但是架不住是一道女声啊 手机那头的巨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站在原地顿了两分钟 然后打电话给何臣确认 何臣还在车上 他靠着椅背笑了 你完了 你居然敢挂你大兄弟的电话 巨额拿着手机的脸有些军裂 好半场之后 他直接打开特殊软件 给孤狼发了一个视频 对面仿佛在等他一般 两秒钟之后 被接了起来 视频那头的人 把手机搁到桌子上 然后拉开凳子 坐下 视频上 女生的毛色轻裂 一头乌黑的头发 顺着白色软棉的家居服 蜿蜒而下 玉色珠华 就这张脸 要比他小十岁吧 几年前 他更小吧 巨额作为129的老人 自然也跟着其他人 扒过几个顶级黑客的马甲 但是没有一个 跟孤狼对得上 就这张脸 若不是有何臣提醒 就算孤狼本人 站在他面前 他也是不敢认的 你等等 好半少 巨额终于反应过来 他沉稳地拿着手机出去 我去撕裤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